在台湾不管是四五年级生 甚至更老一辈的民众 都记得民国61年 华氏的一部电视剧阿善斯 描写鲜明从唐山过台湾 崇尚武德跟孝道的精神 创下相当高的收视率 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 也连续六年举办阿善斯武艺群艺会 希望把阿善斯的传奇故事 跟优良传统传承给下一代 并且将这场武艺群艺会定为国民体育日 总会长也是阿善斯第七代传人的张朝国表示 阿善斯的精神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一种追求健康跟传统孝道的全民运动 他是学医 后来在学武 在学佛教 所以他非常聪明 非常认真 也非常有修养 所以他行侠仗义 照顾乡民 爱乡爱民 所以他是静天爱民这个精神 我们所谓的是阿善斯的精神 就是后来的奥林壁库的精神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好的传统的文化把它传承下去 张朝国总会长表示 这次跟云林县政府 这次跟云林县政府二轮乡公所共同举办阿善斯武艺群艺会 就是要发扬西罗七坎武术健身 行侠仗义的精神 2018年9月9号一大早 二轮乡长中辅助也带领地方人士 跟着西罗七坎的武术团体 在警方人员的指挥跟介护之下 现在街道游行 然后回到二轮运动公园 演出各种武术 武龙武师跟兵役拳法 在二轮国有一个武术的比赛 在二轮国中 在鹽坡三点 有一个大小小小的网统 所以我们的网统比过去有些不一样 办得很好 每一年可以 阿善斯来办理论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这是可以说我们理论一年的生殊 希望说因为我们可以在这栏 有四栏在我们理论 应该是在我们理论来办得对的 为了发扬传统精神 9月9号下午还在二轮国中 举办一场千人孝亲洗脚活动 邀请了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举重选手许淑敬 郭幸存 陈伟玲 洪万亭 以及地方人士到现场 跟着大家一起示范孝亲洗脚活动 强调中华民族注重家庭 孝顺长辈的传统精神 已经有十年以后 那么每一年 这个主要华冬 都包含到四栏的会 这个会 我呢 差不多十年都有十三天 到了晚间还有五百桌以上的餐会活动 除了有武术表演之外 立法院长苏嘉全 云林县长李静勇 以及超过六千名的各地乡亲 都出席了这场晚会 总会长张朝国首先上台致辞 感谢政府单位 对这次活动的支持跟肯定 立法院长苏嘉全 云林县长李静勇也呼吁 要让阿善士的伍德精神传承下去 刘公那是阿善士 他传来的第六大的秩序 所以 你 你看看刘公那的人 上山杀你手上得了 整身胎的肌肉 都吃 夾这肉吃多就对了 三天才可能是落在那里了 所以對他們的母親和先生的精神是對佩生 很親自,他還會學術,還會照顧佩生 因為這是我們文靈館非常重要的一個無形的祝賞 文靈鄉親變不在全台灣國地 我們就是透過一種連結 可以讓離外鄉親,他們的心英文是在自己的無關 我在這裡也要代表在地的婚人人來感謝離外的鄉親 你們當年以來對國有的關心 晚會的壓軸就是主辦單位邀請廖文和布袋戲團演出 吸引了大大小小的鄉親,數百人來圍觀 體育總會長張曹果表示,2018年的活動已經圓滿結束 將來一定會持續舉辦,發揚台灣傳統的俠義跟團結精神 帶動整個體育運動的蓬勃發展 記者陳文旭、楊靖與您報導